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大帑我想念的方式 我们说话的工具 所以我用生务团 我거人与私人看看 意义比较重的 我演续我爷爷的名字下来 аетso 才会取这个名字 应该说肢体语言 自取 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说话的方式 这是导求我吗 這次帶來什麼樣的舞碼 舞碼 我這次邀了三個國外舞者 兩個德國舞者 一個是韓義 可是我們在德國布萊美 一起工作的一個同事 我們四個會一起共同製作跟演出 一個舞碼 然後在我們美術館三樓裡面的展覽室裡面 然後這隻舞碼就是 用不同文化的背景的方式下去混合 然後編織出來 所以要融合 是要呈現什麼融合 這個舞碼的名字叫做 這個意思在德文的意思就是 所有的可能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可能性 都是無限的 所以它不會有一定的規則 一定的目標 一定的可能性 所以就很像現在 比如說像之前的紐約 或現在的柏林 所有的文化的融合 所有的 呃 生活的方式 都是 有點打破我們一般的規則 對 所以會有融入所謂的即興演出的那種表演方式嗎 呃 我們 我們都有一定的規 呃 安排 可是 方式表現的方式 或者是會都有加入個人的即興 是 那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我們 新舞團 它的前身其實 它是彰化非常優秀的子弟吳思維 那它在德國布蘭梅劇團是這個專業的舞者 那我們在去年 呃 參訪德國布蘭梅劇團的時候 曾經有 呃 當然只是一個展覽的空間 如果在這個展覽的空間裡面能夠結合相關劇場舞蹈的話 那這個空間它的那個會更加的富有層次 那 呃 思維也非常的積極齁 那他就運用他在德國休假的期間 邀請了德國的舞者以及韓國的舞者 一起回到海灣這個地方 然後呢 呃 他們也跟我們的年輕的朋友齁 現在跳街舞是非常熱門的 嗯 跟我們年輕的朋友在晚上的時候也在很多地方互動 這樣子 那這一次的 這 這出舞馬齁 那也邀請了這些舞者 跟我們年輕彰化年輕賽體的舞者 大家呢這邊的一個共同創作 那對彰化新立舞書館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嶄新的創意 的一個創意舉頭 就是說這兩年來我們積極的在改變彰化新立舞書館 我們讓它不單單只是一個平面的展覽空間 我們包括數位藝術 包括 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